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我是戴立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十大枪击药犯 这几个名词呢 其实在四五六年级生的记忆中 会觉得这个名词好像蛮熟悉的 以前的时候警方有公布十大枪击药犯 但是最近这几年呢 就没有公布这十大枪击药犯了 我们昨天讨论过黑道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下 十大枪击药犯 请到几位来宾 第一位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立刚好 各位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立刚好 各位晚安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化 立刚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文史工作者翁灿耀 大家好 十大枪击药犯 大家听到这名字觉得耳熟能详 但是呢 最近几年为什么没有公布呢 因为最重要 这个排行榜一出来啊 有些人就把这个排行榜当作一个标杆哦 他认为说 我为什么是在第五名呢 所以我一定要更努力 变成第二名或第一名啊 是 十大枪击药犯呢 是前景阵署长庄亨代 他在任内呢 所 你要说是创出来这个名单也好啊 或者是说他把他等于说 排行榜化 名单化 排行榜化 名单化 对 这是要贴出来的耶 有啊 以前那个里长的公告员都有贴 对啊 但是问题来了 就像你所说的 就是这些人 有些人他引以为荣 哦 他甚至觉得 对他甚至觉得那是一个光环 你知道吗 当罪还引以为荣 我告诉各位 因为在早期啊 你要晓得 早期 你杀一条人命也是死刑 你杀五条人命也是死刑 反正我就已经是死刑了嘛 嗯 所以我还被公布的话 我也无所谓啦 我就把它拿来变成一个名号 甚至还有人冒用你 啊 冒用你 还有人要冒用 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就是当年十大枪击药分的一份名单 那观众朋友呢 我就先讲这排名 榜首排名头一的这个林来福 好 林来福呢 他当年啊 曾经就被人冒用过他的名号 林来福名字还有人要冒用耶 而且啊 警察不会抓吗 没有 就抓不到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冒用他的人啊 嗯 那其实呢 可能 就死了 啊 可是呢 却假装自己是林来福 嗯 然后呢 去犯案 嗯 结果啊 这个人 这些人啊 冒林来福的名 一共有三个人 你知道他们下场是什么吗 嗯 被抓了吗 跑完干 大家笑啊 被被抓吗 还是什么 不是 都不是啊 被林来福亲手干掉 什么你冒用他的名字 他还把他干掉 你敢冒用我的名字 叹 哦 所以林来福为什么会排第一个 不是没有他的道理 嗯 被人冒用名字都不行啊 你冒用我名字 你对我得死啊 观众朋友看一下 我刚才讲他是绑守嘛 对不对 他为何是绑守 当然这个人就是够狠 他啊 什么什么 几乎你讲了出来的这个坏事 他都做了几乎你想到 半立暴力守法 他都有 嗯 他一共背负了25条人命 50几起刑案 嗯 包括我刚才讲的 一个人就25条人命啊 对甚至包括我刚才讲 三个人冒用他名字 他都要杀 嗯 那像这样的人道上兄弟 看到他 看到他 说他不是人是鬼啊 嗯 看到他就怎么样 就发愁啊 所以称呼鬼 鬼见仇 所以是鬼 看到他就发愁 所以他叫鬼见仇 那名号太大就被人家冒用 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好 我们来看看林来福 当年有多狠 有多坏 嗯 我晓得 出来 出来做坏事 不外乎都是为了钱嘛 哦 他一开始其实呢 也是是一个小兄弟而已 他那时候 应该这样讲 他如果还活到现在的话 应该大概是五四岁 因为他48年次的嘛 他出生是在嘉义 观众朋友知道吗 他从小兄弟开始混的时候 一开始 他竟然 就已经显现出 他那股暴力之气 有一次他去跟人家 买香肠灌墙 你知道灌墙都有那个 有没有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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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也不晓得怎么回音 跟那个老板起冲突 一不做二不休 他就把老板干掉 就为了灌墙耶 为了这个 西巴拉就把老板干掉了 对呀 商场买的就好了嘛 你干嘛 就这样把一个人命给干掉了 而且当时 他做了第一起 这样的一个杀人案之后呢 周边的人甚至传出来说 你知道吗 林莱福这个人变态 他说他看到写会兴奋 真的还真变态 因为这一次之后呢 就开启了他开始一连串的一个新丰协议 来我刚才讲不外乎钱嘛 来抢银楼 什么抢赌场 这都不算什么 他甚至有一次 他知道某位 比方说某位企业家老板 他有钱 手上都是刮金表耶 金项链耶 塞便乳耶 开宾室的 他就去赌他 然后呢 赌他通常我们是怎么样 比方说 他可能也许拿着枪 然后就说 来 下来 东西给我 要钱 拿了就走 不是 他不是 不是 他直接看他过来 一枪把他踏死 然后再把他拖下来 拔走他的表 跟值钱的东西 这么凶残 他不跟你啰嗦 他直接把你杀了 好 那还有呢 抢赌场 抢赌场最快嘛 而且抢赌场往往 赌场也是开的 也不敢吭声 他曾经有一次喔 在台北 进赌场 一扫而空 把钱全部一扫而空 领走钱 还揶揄赌场的人喔 他说 哎呀 我跟你说啦 老子的钱 怎么来怎么去啦 就把钱抢走了 抢人家钱还稀罗人家 这么嚣张 然后呢 台北犯完案 马上南下 又到中部去台中 也去赌场 那个赌场是有保镖的 是有嘎头耶 他一句句 二话不说 开六枪把嘎头打死 因为那嘎头在睡觉 他也没想到林来福这么狠 然后呢 这个名声就传出去 所有人都怕他 为什么怕他 就是他太狠了 他狠到什么 他有一次 他自己投资开的舞厅 来了一个客人 也是黑道兄弟 结果呢 这个黑道兄弟 不晓得是林来福开的 觉得服务不好 冰斗啦 翻桌子啦 结果一翻桌子之后呢 店里面的人也都不动声色 结果这个客人 走出门口 从此人间蒸发 被押走了 谁押走了 林来福小弟把押走 直接干掉 丢到河里去 还有一次 他在他自己的故乡 嘉义 也是一样 道上利益谈不拢 他一口气拿 污汁冲锋枪 扫射一百多枪 把六个黑道 当场击毙 哇 这么凶狠 这个人被抓 那当然是一定要处以死刑 没有错 后来他是被处以死刑 在台中若网的 但是 当时狱中特别法外开恩 让他在狱中 跟他的女朋友结婚 办了五分钟的婚礼 结完婚之后 就叮叮了 这鬼剑 仇林来福啊 黑道看了都害怕 这十大枪级要犯当中 还有另外一位 黑牛黄鸿玉 黄鸿玉 他本身呢 四处开枪之外 他甚至还向天道蒙宣战 还有呢 甚至有立委候选人 还被打成重伤 黄鸿玉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啊 跟各位介绍一下 黄鸿玉 那我问过了 前景镇署长 庄亨戴 我说他到底是什么出身 结果庄亨戴跟我怎么讲 庄亨戴说这个人 第一个他是瓦斯功能出身 什么 瓦斯功能出身 第二个 他说这个人非常狡猾 还有第三个 在枪级要犯中 他的枪法算是非常准 然后第四个 他很会常立 当他跟我讲到了 黄鸿玉的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 他是民国78年 是因为 天道蒙 他跟天道蒙的结院 但是天道蒙的林崇博 他希望开一个赌场 然后去找一个金主说 你来投资我 那个金主是把黄鸿玉的名字 把它亮了出来 然后林崇博讲 他说这是什么人 那黄鸿玉一听就很火 他说你连我的名字你都不知道 他就把天道蒙 锦美的林崇博给干掉 整一百名像天道蒙宣战 他第一次就向天道蒙宣战 那个时候天道蒙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然后呢 第二次他向别人勒索 在台中罗浮宫大厦 然后他向别人勒索 别人不理他 因为那个老板叫做罗亨科 是罗浮宫的哥哥 天道蒙老大的老大 那他不管他向别人勒索 然后人家理都不理他 他就纵火把钱 罗浮宫的哥哥 罗亨科活活给烧死 活活烧死了以后 而天道蒙就是下达了格沙地 就悬赏五百万 我非要找到他不可 就说只要杀了他 我就给你五百万 各位 那个时候五百万可以买两栋房子的 五百万可以买两栋房子 但是他呢 悬赏五百万为了抓他 除了为了抓他 他电话还打给警察局是我干的 完了以后 他又枪击了陈永元 陈永元是因为他要选立委 他是彰化立委 彰化立委那个时候枪击案 我们下去看 那陈永元马上讲 就是黄鸿玉干 那黄鸿玉干了这件惊天大案 那逼的那陈永元他又选上 那逼的双风带不得不抓他 结果各位知不知道怎么样逮到他 是到了台南县 现在的台南市去抓毒品的时候 他躲在台南 他躲在台南在那边打麻将 结果呢 别人查毒品就查到他那个地方 那警察问他 你因为查到毒品 一定是身份证你拿出来看 好 他就说我就叫黄鸿玉 那警察约一他 你叫黑牛我还黄牛 警察不相信 不相信 到了最后证实身份就是他 因为他背负了六条人命 所以法院就判他死刑 判他五个死刑 各位晓不晓得 他那么嚣张的人 结果没有想到 当他要进法场的那一天 吃不下喝不下 连法场他都进不去 他是被拖进去的 被拖进去 到了最后就是灌食 给他吃最后一餐 这样子结束了他的罪恶的一生 原来枪击药犯到了最后刑场的时候呢 还是两脚贪软 还是面对的生命的终点 他还是有所恐惧呢 但是啊 讲到当年的十大枪击药犯 有些枪击药犯很嚣张哦 嚣张到什么地步呢 因为最重要的是 第一个他们没有大哥在拐 第二个呢 他们也不是任何的集团 或者是组织成员 所以呢 这些枪击药犯们 来无影去无踪 甚至呢 拿着M16步枪 跟着信义分局对抗 整个信义分局 几乎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了 韩冰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非常有名 就叫陈兴发 他绰号叫 宜兰阿龙 其实外面的人都叫他骁龙 他很先就是 他甚至有一次去绑架 他们宜兰那边的一个县议员 然后绑架这些员 除了勒索他两千万之外 还要他干嘛你知道 他叫他去县议会咨询 说因为他的故乡是宜兰东三乡嘛 他说那个东三乡那边有那个 工厂排放黑烟 你们怎么可以让那个工厂 继续排放黑烟 哇还这么注重环保啊 对 人家也是爱乡爱徒的 对 然后 但是问题是 他虽然说爱乡爱徒 可是对他以前服务过 大臣饭店也不客气 他后来有一阵子到处跑路的时候 就干脆把脑筋弄到大臣饭店老板头上 就直接跟大臣饭店老板勒索 当然大臣饭店老板一开始给他 后来是怕到 因为他一直要 然后干脆就通知警方 警方到了在大臣饭店本来 就是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要逮他 他很聪明 就没有过来 然后到最后他可能觉得警察 警察就是一直在追他 他也很火大 就先杀了一个警察叫胡荣玉 然后后来呢 宜蘭有一个跟他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混到大的一个警察 叫李富星的 他后来加入猎龙专案 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阿龙 要去抓这个陈兴发 这个猎龙专案 因为他是从小跟他熟 所以希望说 由他能够提供更多的资讯 然后结果陈兴发就认为说 你从小跟我一起长大 你这么了解我 你背叛我 你跟我同乡 你还出卖我 结果他就 看起来好像是他被跟奸 实际上他有点故意设下陷阱 然后李富星跟他后面的时候 他就趁机到一个案箱子里头 从他背后就把开枪把他打死 他打死之后 警方因为连续杀两个警察 在当时是非常不得了的事 非常严重 然后第二天 案子一定要破 第二天警方得到消息 他好像受了一点伤 然后那个躲在那无星街那个地方 就侯友宜率领大举攻坚 就一大堆警察把那边地方包围住 结果陈兴妈妈也不怕 他管你了 他直接那M16被外扫射 然后警方也就当然开枪啊 那个是台湾史上火力最强大的事 因为双方总共打了两千多发子弹 新一分局平常没有被那么多子弹 要临时从其他分局 赶快掉子弹过来支援 几乎把分居子弹打光了 几乎都打光 那个根本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 而且中间打到一半 神一八海说停 为什么要停 因为他里头两个五小姐 那他不愿意伤害这两个五小姐 他说你先让这两个五小姐先出去 出去完之后 我们停火20分钟之后继续打 这样子啊 像西部牛仔一样 是啊 反正就继续K K到后来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战况实在太激烈 连附近的国小都要暂时停课一天 因为怕说万一伤心无辜就不好 到最后是闻到里头出现瓦斯味道 然后好像那种爆炸声一样 然后结果警方冲进去的时候 发觉里头人都死光了 然后全部都烧焦 烧成焦尸 那有一个人手上还拿了枪 然后僵死在地上 后来证实那个 那个烧了面目全非的那个人 就是陈欣巴 你看这人凶悍到这个地方 而且当时因为全国都被这个人吓到 所以后来还特别去厌名震慎 因为当时有人传说 这根本不是陈欣巴 搞不好他还没死跑掉 所以还特别去厌比对他的血型分析 来证实就是陈欣巴没有错 我们已经抓到这个人 不然的话 全国民众都不敢放下这个心 你就知道这个人多么的凶狠 但陈欣巴虽然凶狠呢 他有一个前辈也不遑多让 这个前辈是以前方明馆的里头一个 叫疯狂杀手 叫珍珠呆梁国凯 那这个他为什么叫疯狂杀手呢 他本来是方明馆这个角头里头 旗下的一员嘛 就有一天他去酒店喝酒的时候 就碰到另外一个角头龙山四口的老大 叫阿贝 然后他就想说对方是老大 我就过去跟你敬酒啊 就没想到阿贝看不起他 觉得你辈分太低 根本不够资格跟我敬酒 结果这个梁国凯 二话不说 那一枪就往他身上开 这样才 阿贝虽然当场没有被打死捡回一条命 但是他从此以后就生病大造 那后来这个梁国凯 因为他有生病你知道 然后他就性格很偏激 到最后他又为了直接赌场利益 干脆连自己的老大都干掉 他自己的两个老大都把他干掉 所以而且其实这在当时方明馆算是 算是一个传统 因为方明馆常常会干掉自己的老大 所以后来呢 他就因为他不要命了 因为他患有重病 他根本不在乎生病 所以警方也是一直在追查他 后来在板桥双石炉那边把他堵到 堵到之后呢 他为了要保命 他就先进去瞎吃人质 瞎吃人质 他就跟那个屋主讲 就说 你们先不要讲话 先让我在那边躲一下 然后那个屋主也很紧张 被他吓到 因为他直接拿枪对着他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那个梁后凯 他看一看情况不对 因为被警方团团包围 真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他干脆也不打 他就跟屋主要一杯水 要来干嘛 他就拿粉末往自己吞下去 过两下他就挂了 带了毒药进去 对他带了青蛙物 其实他早就有准备 他知道他自己只要一杯逮到 因为当时那种情况被抓到 一定是死刑啊 那不用看了 所以他干脆 你与其让人家结束 不如我自己了结我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也是当年 非常非常凶狠的一个杀手 亡命之徒的下场啊 通常一般不是被警方给击毙 要不然呢 就是被抓到之后呢 还是处以死刑 但是呢 这些十大枪击药犯之一 有一位枪击药犯 他不只杀了四海邦的老大 他甚至还去枪击当时的艺人 高凌峰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杨霜武 杨霜武居然最后没被判死刑 所有的枪击药犯 都一定会面临杀手晚哥的下场 他不是死于非命 他就是被逮捕 而且通常都会执行死刑 对不对 不过杨霜武 此人健在 昨天我们说过 他出生于万星宫的角头 根本就是一个少年混混 十七岁在地盘上就非常有名了 OK 我跟你讲 他才十七岁 他的爸爸是谁 他的爸爸就是警察 还不是小警察 他的爸爸是以前的六规分局长 是在日本时代刚刚光复的时候的 等于是很早期的分局长 他等于是出身警察世家 警察世家子弟居然不学好 对 那像这样子的个案非常多 杨霜武是其中非常特别的 不但不学好 而且看尽了所有警察的办案 以及歹徒犯案的方式 他可以说 他的社会大学的学分 是修得非常的满的 所以说他比真正的歹徒 还要狠 还要凶 十七岁就已经枪击杀人了 OK 好 那你说他枪击杀人的话 那终于还是会遭到警方的围捕 对不对 那警方来围捕他的时候 他一不小心枪伤了 高雄市刑大的干员叫梁玉文 把他的右眼给打瞎了 那打瞎之后呢 坦白讲 那警方的搜捕就更严苛 对不对 好 那是1982年发生的 那1983年 他又枪伤了艺人高零峰 这一段 大家很可能 还有一点记忆 就是说 为什么他要枪伤高零峰 当时在台湾 正在兴起一种 就是大家还有 这个就是说 还有很 就是以前的那个美好的时代 就是什么 就是在歌厅里面 听歌 像以前临森北路的 太阳城 OK 好 因为这有利可图 所以竹联邦的董贵生 在台北的宝马歌厅 包了秀下来 请当时高零峰 青蛙王子 去 助唱 OK 本来讲好 三到四天的话 是一百万 结果高零峰 唱两天就 不见了 不见了 不见了怎么办呢 不见了 董贵生 当时是 等于是竹联邦的 等于是大头目了 对不对 好 高零峰 透过道上 找到谁呢 就是找到杨霜武来帮忙 找杨霜武来帮忙 杨霜武不但帮他摆平 而且保他 保高零峰 走路 不会有事 好 这样大的一个算是什么 勤奋 他只要求一点 你如果来高雄的话 麻烦能够到我的歌厅 蓝宝石 来做一档秀 来捧他的场子 捧我的场子 还我的人情 就好了 不是叫你来白唱了 还会给钱呢 结果你知道吗 高零峰到了 真的有去高雄 去做别人的秀 别人的歌厅 哦 那这样子杨霜武可不高兴了 兄 就是说 道上的兄弟 最讨厌的就是 你不讲义气 而且我不是白拿你 白吃你 我请你来作秀的话 我还会给你应该有的利润 我帮你摆平了 结果你到高雄来 你满口答应我 结果竟然没有做到 好 于是两个小弟就下手 就对他的臀部 开枪警告 高零峰后来回忆 他也认为说 他也是少年轻狂 觉得自己成功太快 所以得罪了杨霜武 他自己也后悔 OK好 那这两件 枪伤警察 枪伤明星 那都很有名 对不对 不对 这还不是他的代表作 他真正的代表作 他逃亡日本 因为犯了这么多案子 到了日本 到哪里 东京最热闹的地方 赢作歌舞祭丁 在歌舞祭丁里面 他因为刚到日本 所以他必须建立自己的脚头 你要知道 台湾人在日本 而且是黑道 他要在龙蛇杂鼠的地方 他能够建立起他自己的名声 是不容易的 然而所有的台湾大哥到日本都是要先靠赌赌贪 赌翻或者是歌厅 这种设计行业来维生 先去的是谁 四海帮大哥刘伟明 刘伟明 刘伟明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刘伟明如果今天不死的话 他当时在日本是被山口组尊为台湾四海帮的亲分 亲分是什么意思 亲人的亲 分记得分 亲分就是老大 等于山口组的老大 如果他不死 刘伟明就是今天四海帮的大哥 所以你可以想象 四海帮大哥刘伟明 当时在那个地方的地位 结果他要进入刘伟明的势力范围 对不对 他竟然不怕 而且他奚落刘伟明 结果刘伟明派人来打他 结果那个杀手枪掉了 被他捡起来 反过来 不但打死他的保镖 还把刘伟明给打死 这才是他的代表作 被日本警方逮捕之后 服刑很短的时候 他本来 因为台日之间 那个时候没有谈好 他竟然可以跑到泰国去 后来我们终于从泰国把他遣返回来 结果他在看守所里面 台北看守所 他还枪伤一个更有名的人 叫川山甲 张龙兰 后来张龙兰说 我已经够疯了 我遇到一个比我还要疯狂的人 他的一生真的是一个非常写实非常传奇的事情 他到了2003年9月终于假释出来 他现在不但健在还组了南部的演艺工会 所以说虽然杀手晚哥 但他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另类的故事 百路不可走啊 你这条路一走下去 你可能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呢 但我们的气候异常呢 现在目前看来 可能连回头的机会也没有了 广告回来告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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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